就是大家能明白吗 就是你原地的发力和你上一步 然后再去发力 哪个感觉好 你们觉得哪个感觉好 第一个是不动脚的 第二个是动完脚再去 上左脚再去发力 如果觉得好的话 1Cover1 2Cover2 就是大家可以想象 想象什么 你怎样启动快 你这样启动快 还是这样启动快 就是我原地有个小颠簸启动快 还是你站那不动去启动快 那你是打拳击的 都是这么打吗 都是这种 为什么 这样启动快 你容易找位置 你上错脚了是吧 95%的人全部上错脚 很多专业的 你像我们 今天成人班还有一个意大利人 他有意大利人 他也是一样 他也是会打球的 专门来到我们全时报成人班来学的 很多都是上右脚 然后左手上左脚 这是顺管啊 你和走路一样 你这么怎么走 你这么没法走 对不对 你这怎么走 你这怎么走 右手上左脚 记住这一点 右手上左脚 左手上右脚 为什么 为什么 这个球看没有 你要有引 在脉转腰 拉球的感觉是一样的 引 左 冲 打是一样 引 卖 拍 对不对 站得近 站得近的话 如果在你手下 那你可以不用动 但是原地跌一步是最好的 因为你原地 或者是你不卖脚的话 你永远是使不上劲的 这干的劲 你看 干的劲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我们去发力的时候 我发弹球原地一定要跌一步 然后上左腿拍 现在我讲的是拍打 但是这个步法是适用 我们所有的拉拍都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一定是顺着劲 顺着劲去打那个球 就和我扔球一样 我是这么扔 扔标枪 我不能这么扔 一个道理 对不对 而且还有一个 这个关键点是在哪 关键点是 之前你要有一步垫步 垫 原地一个小垫步 然后再出左脚 多示范 OK 还没有 看我脚下 兄弟们可以看我脚下 看我脚下 放松放松 对吧 我只要脚卡上了 我手顺了 没事 这正脚我就点上了 谁 是不是 你看你看刚才 陈锋老师戳了一个长的 我为什么 等了一下原地打这个一下呢 我还是有转步这一下 我不可能原地上右脚去打这个球 大家能看到明白不明白 明白